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维持下去的话 说明下次就能拍卖到八十万 真的会这样吗 我觉得这种拍卖模式是不可能太长久的 因为毕竟想进行个人IP宣传的人还是少数 而且如果说价格要的太高了 那可能这些人还是舍不得花这个钱的 因为毕竟很多愿意花钱买宣传之间的 大多属于公司行为 但邦迪这三十秒钟 耶稣是绝不可能让其他商家宣传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的 所以我觉得耶稣还是不要拿这个邦迪的时间来赚钱 而是要舍得投入 每40个钱都悬赏 让更多的会跳舞的网友们来报名参加邦迪 这样的话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舞者 同时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这就会在无心间给自己的直播带来巨大的流量 此外 因为花钱寻找挖掘培养舞蹈艺术人才 这样的话 耶稣本身的维度就上升了一大截 那对他现在擦边宣传的负面消息会有一定的公关救火的效果 从而成功地转移开人们的世界